2023亞洲沙灘排球公開賽 澎湖站將在17號登場 吸引了15個國家 還有47支球隊參賽 這回也被視為杭州亞運的前哨戰 上屆銀牌得主的我國好手 謝亞人也強調 會力拼把獎牌留在台灣 亞洲沙灘排球公開賽 澎湖站 8月17至20日 8月17號 亞洲沙灘排球公開賽 澎湖站即將開打 這是澎湖繼2019年後 再一次申請到國際排總的認可 舉辦具有積分性質的賽事 而上屆亞洲沙灘排球賽的 銀牌得主謝亞人出席記者會 信心喊話 這也是中華隊好手謝亞人 睽違四年後的首場國際賽 眾人寄予厚望 喊話要把獎留在台灣 由於這回比賽更是 杭州亞運的前哨戰 吸引世界各國踴躍報名參加 今年中華隊共派出七隊來參賽 賽事將於8月17日到20日 在澎湖的愛門沙灘開打 縣府為了迎接這場國際級賽事 也開闢出四面場地 要讓選手們有最好的練習及比賽環境 讓世界看見台灣 記者澎湖綜合報導